所以现在台湾除了民进党以外 还有独派了 国民党郭台铭宋楚瑜 柯文哲全部都公开的反对 连吕秀莲都反对 然后郭台铭这样讲 可是之后他立刻就在他自己的脸书上 又做了某种澄清 他说澄清媒体报道 关于郭台铭与反渗透法 他说第一 郭台铭从未说过反 反对反渗透法 他说他没有反对 我告诉你郭董 我反对 那你这边写的里面的理由 通通不是真的 因为你不懂政治 你不懂法律 你也不懂什么叫人权 第二 他说郭台铭是这次中国大陆介入选举中 受害最深的人 郭台铭受某些媒体不公对待 每日攻击 即使不选也仍然难逃 而这些媒体高层可能受到国台办操控 郭董啊 你讲话要不要负责任呢 你说郭台铭是这次中国大陆介入选举中受害最深的人 你举出例子 中国大陆介入选举好不好 你举出来好不好 第二 你说这些媒体高层 可能受到国台办操控 可能有没有证据 有证据拿出来 你不要跟那些下三滥的人一样 用这样的事情再讲 然后他说这些事 郭台铭早已向社会大众报告 从未混淆自身立场 所以最希望抓供点人就是郭台铭 然后他说他反对的是粗糙立法的过程 怎么怎么样 关于大家针对我说要冲立法院 马上把反对反渗透法的帽子扣给我 我想我要冲立法院这件事使得整件事失交 所以我想把这件事情还是留给各反对党 让民众检验大家真正爱台湾的方式 这些事情 就是郭台铭在参加国民党初选的时候 以及之前呢 其实有一些媒体是对郭台铭非常不友善的 非常不公道的 我以我个人的力量 以我个人的人格 我宁可失去荣华富贵 我宁可失去很多利益 我都坚持拒绝 讲一句 说一句 伤害郭台铭的话 我这个人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但是我要说真话 我说良心的话 但郭台铭董事长讲这些话 我觉得第一 你既然讲你要带队冲立法院 你就冲吧 第二你又回过来 又来收 你又收回来了 然后你说你反对反渗透法 我告诉你 你说你没有反对哦 我告诉你 我黄志杰反对 然后你说你不反对 我跟你就不一样 再来 你说中国大陆介入选举 介入台湾选举 我告诉你是美国介入选举 郭董事长 我觉得我为了 为了我的人格 我不愿意去 去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 可是我 我现在严正的告诉你 你错了 你完完全全错了 今天如果要保障 你在台湾你要抓供典 你用现有所有的法律 已经足足够了 连用来栽赃人都够了 完全不需要反渗透法 你就可以保护台湾的 所谓的安全 就这样好不好 其他我们的政治理念不同 不用讲 就光是这个法律上 违法违宪 残害人权的事情 它不只是粗糙 它再怎么立 都是不对的 因为它根基就是错的 然后呢 当然蔡英文她 回应了郭台铭 她说郭台铭董事长 作为一个社会瞩目的焦点 他算是政治人物 怎么怎么样 然后所以郭台铭说 我不要那么仓促的立法 不要让大多数的人民 有一种白色恐怖 或绿色恐怖 来充分沟通的情况下 来通过这个法 我告诉你郭董事长 这个法万万不能通过 再怎么沟通都不能通过 这样懂了吗 邱委员 郭台铭这个话 讲了以后 证明他还是个商人 他根本没有资格 做个政治家 为什么 他难道不知道 反正德法的可怕吗 郭台铭跟光阳很好啊 跟栗战书很好啊 今天反正德法 如果通过了 他如果跟蔡英文 意见不一样哦 他完了 反正德法 雪滴子往他头上一套 他完了 他连出镜都有问题 不要说意见不一样 如果蔡英文喜欢的企业 跟他竞争同一个标案 他就完了 当然是啊 没有错啊 所以你郭台铭为什么 会要去改变自己的说法呢 一个政治家 他为什么退了 对 他这个讲话 跟太阳花那些垃圾不是 没有什么差别了吗 太阳花垃圾 明明就反中 跟香港的暴徒一样 但是表面上还是想说 哎呀 黑箱作业啊 香港说是反送中啊 说实话嘛 就是因为反中嘛 就是骂人家吃那见醋嘛 对 那你今天你郭台铭 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你反对反圣斗法 你就明着说嘛 反圣斗法是违反人权 是违宪的 是违法的 它是制造绿色恐怖的 而且会造成 刚才我讲的 商业竞争 高度不公平 会使台湾 连政完全瓦解 变成贪污横行 因为谁掌的权力 谁就可以赚得盆满波满 你只要不听我的话 我就给你一个反圣斗法的 那个帽子戴 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但郭台铭说 他自己亲笔写 这是他的脸书 他说 郭台铭从未说过 反对反圣斗法 他只是不要仓促立法 他只要充分沟通 所以民进党只要不要仓促立法 只要充分沟通 他就可以同意 都可以同意吗 郭董 你实在是太不懂了 真是 对啊 其实郭台铭 他去帮高嘉怡的时候 我就看不起他了 哦对哦 我看到那个镜头 对 你们不愿意骂他 我愿意骂他 我看不起你 郭台铭 我刚刚已经骂很多了 对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今天只要 国民党的事情 我通通反对 所以我可以跟任何 和国民党 对立的人 我通通合作 他跑去支持台独什么意思啊 台湾民众党 我派人去 清平党我派人去 现在 主张台独的民进党 高嘉怡我也帮他 那你算什么 你是怎么样的角色 那我要补一句 董哥 郭台铭总是这样 你支持高嘉怡 高嘉怡支持台湾 你懂吧 那你还说你是中华民国派 那我也瞧不起你 而且高嘉怡也是 暗黑网军里面的一支 对 他从PTT出来的 没有错 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所以他在网路上民调很高 对 他也是那种 最下流的躲在黑暗的角落里面 对没有错 伤害台湾的人 台独网军 而你郭台铭 你支持这种 下流的力量 台独的力量 你怎么可以说你爱台湾 你怎么可以说你是中华民国派 是啊 郭台铭说他最主要就是中华民国派跟下架蔡英文嘛 那你去帮蔡英文的高嘉怡注正 那还来下架什么呢 所以他逻辑就是我恨国民党 国民党为什么不提名我 我恨他 我党内出选我为什么会输 他不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输 对不对 那你同意了国民党这套竞选方式 结果你输了你就必须遵守你的肉眼嘛 他有种他那时候不要初选嘛 你就不要初选了 你自首肉圆了 我认为他初选输 就是因为他在初选的时候听了很多那种 网军派的话 然后去讨好年轻人 讨好台独青年 所以输了嘛 果然他去支持高嘉瑜啊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 对自己一个政治方向 没有 站得很稳没有很坚持的人 然后在那边游移 那这样的人适合从政吗 那我们来看 其实你在台湾社会 发现像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严重 但是 整个反渗透法 反渗透法 我们最容易比照就是太阳花的胡帽 胡帽那时候怎么审查 那时候立法院开20场公庭会 8场张青东主持 4场江启臣主持 8场段宜康主持 那些 段宜康民进党的 对那些 反无报的人 有没有人来参加过 没有你们都不关心嘛 马振武还在各庙口 各广场 还办了100多场公丁会 对对 然后他们说这个叫黑箱 因为我们被蒙在鼓里 他还说什么叫黑箱 每一次要开会要来讨论的时候 他们就霸占主席台 不准人家讨论 是 所以没办法讨论啊 是 那时候的情况是这样 郭台平自己也很清楚 全民也很清楚 那整个太阳花运动 当然 胡帽把他弄掉了 只成就了一个叫林辉环的人 还有 都会都没有 就是民进党那天 突然拿出来说 我们要通过这个 不准讨论 直接二读 这个 这个是黑箱中的黑箱 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 当年台湾有多少 教授 学生 导演 歌手 作家 艺文界人士 都全力相挺 你今天 再把他反过来看的话 今天反渗透还要这样过 当年那些 教授学者 作家 歌手 导演 这些 畜生跑进哪里 不要脸 我告诉你 台湾社会 我们最庆幸的就是 这么多年来 至少 这十年来我们看透了多少 不要脸的人 那种双重标准 只为了反中 或者为了台独 然后他所有的 正义所有的心 这东西他统统可以磨灭 就是一个黑心 所以你今天看到为什么 我那么生气 为什么那么瞧不起 因为你看到了 什么叫做垃圾 什么叫无良 什么叫畜生 你所有看到这些东西 都在 整个反渗透法的过程里面 看得一清二楚